健康 健康 這個請假請來 有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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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已經開始採用 好的雞蛋 黨內生氣的雞蛋 那作品他們也在採用 最好一種 那事實上 價格上沒有在採用 學生的繳費當中 並沒有增加負擔 那即使將來會增加負擔 我們的家長知道 我們用最好的 柳橘蔬菜 或者是肉品 但乃至於 我們下一個階段要鼓勵 說午餐為什麼 不能有餘肉呢 因為大家都很擔心說 孩子如果 在家裡吃一餘 所以 吃到廢棄 所以我們家長 我們應該鼓勵學校的校長 老師 或者是午餐的秘書 大家勇於嘗試 每個月 每個月 不吃了蔬菜 每個禮拜 休息 如果能夠吃到 有機蔬菜 想說 很棒 我知道 各生多小 現在是 每個禮拜都有吃 還有下學期 下學期 那上個學期是 一個禮拜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如果學校能夠盡量去應用 我們縣內的廠家 縣內的生產者 那將來如果他天天都用 那我們可能就會 會有一些獎勵 如果他都用到 這個能生吃的蛋 那不一定是個大陸餐 那我們也會 這個品校 我們也會 如果他也要用到 那這個品校我們會獨立 那如果他用到 CAS的作品 最高等級的人 CAS實在是 很籠統 它分成式的東西 能夠採用到最高等級 那這樣的作品 那我們大概 這幾個指標 如何都平衡的話 那我們就會給學校 每個學校 至少三萬塊的獎金 那前個學期 已經有在辦 我們如果已經在做了 我們會追送 前個學期就要做了 那我們也會 給這些學校獎金 那當然 我們希望說 這個獎金更加平衡 用大家都分到的方式 校長因為 承擔責任 那 主餐秘書很辛苦 那 這幾個特別辛苦的 就是 來給我們這些 這些同感 所以今天的記者會 大概 希望 屏東的孩子 要吃到 最健康的食材 這是我們下個學期 要跟學校一塊努力 上千個學期 我們已經有十六 十種學校 下個學期 就有教育出動力 校長的努力 一百多數 那 他們就有辦得好 然後 給他們 加油 那 今天的記者 就是這樣子 大概 出場 是不是這樣 怎麼想